猛鬼佛跳墙 故事一开始 在家工作的彪叔接到老板电话 崔彪叔赶紧做好装修方案 原来呢 彪叔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设计专员 虽然在公司已经做了20多年 但一直没什么成绩 家里还有一家四口需要养活 彪叔的老婆秀珍 小女儿欣欣 大女儿珍珍 为了省钱 一家四口只能住在公租屋里 这个一直伸头进进出出的 是珍珍的男朋友大哥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越看他越像是一只 第二天 一家熬了三个通校的彪叔 终于完成了方案 可是这份方案并没有让客户满意 还说这个方案特别的垃圾 这让彪叔感到特别沮丧 而此时 彪叔的老板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彪叔还以为自己要被开除了 谁知老板却给他一个信封 老彪啊 别当回事 我感觉你这方案特别优秀 我要奖励你 送你一套豪华大别墅 彪叔是惊喜莫名啊 我哪个怪怪 还有真傻的老板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着这个别墅的不正常 这一天 彪叔带着一家三口 还有真正的男朋友 大个儿 反正免费劳动力嘛 不用白不用 来到了豪华大别墅 这个房子果然气派 厕所都被他们家客厅打 哎呀 太稀罕了 然而就在他们窃喜的时候 一群男人却冲进别墅 他们是老板派来的 搬走了所有家具 尴尬呀 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 别墅竟然还停电了 原因是没交电费 这么黑咕隆咚也不是回事啊 转眼的功夫 真正在家里点起了蜡烛 可是没想到 竟还有人偷窥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彪叔把老房子的家具 都搬了过来 然而也就在他们搬东西的时候 豪华别墅 逐渐开始显现出他的诡异 盆塞莫名其妙的自己移动 无风自动 真正在外出拿东西的时候 还遇到了昨晚的偷窥男 阿达 阿达希望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还说这里不安全 真正却说 你不偷窥我 那就是最好的了 阿达哼哼唧唧的离开了 真正和彪叔 把一些没用的东西 抬到了储藏室 在里面 他们发现了别墅前任主任 一家四口的照片 他们也没当回事 甚至还感觉挺有缘分 尴尬呀 就不能调查下别墅的来历吗 晚上几个人坐在一块 庆祝乔迁之喜 电表箱却突然爆炸 别墅又一次陷入了黑暗 彪叔决定 看看能不能找唯一的邻居 阿达 记个灯 你们不是有蜡烛吗 彪叔也挺大胆 独自一人来到邻居阿达家 没想到人家还不在 什么也没有发现 只好回去睡觉了 半夜 彪叔被一股唱戏声惊醒 他和珍珍沿着声音 一路找到了储藏室 但是来到储藏室之后 唱戏声却奇怪的消失了 这让珍珍想起了阿达说起的话 这座房子很邪门 第二天 彪叔找同事询问 那座别墅的情况 同事却一脸恐慌 什么都不肯说 那边 秀珍在购物的时候 又一次遭打阿达的骚扰 快走吧 不要住在这 不然珍要里喝饭了 秀珍被吓得是不轻啊 此时 珍珍正在家里忙着贴壁纸 他惊艳的发现 墙上出现了恐怖的壁画 彪叔却觉得 这只是熊孩子的恶作剧罢了 珍珍隐约感觉 这事绝没有那么简单 晚上 大哥在别墅睡觉的时候 恐怖的事终于发生了 他遇到了假装成珍珍的鬼 还想和他共度春宵 但是没想到 这鬼竟还是个男的 这非啊 这感觉就是这么强势 第二天 大哥就被扔到了 彪叔的车后面 关键时刻 幸亏彪叔及时发现 不然大哥还真得理合饭 大哥和珍珍决定 去找一个道士帮忙 可是这个道士是个假道士 除了贪便宜 啥都不会 一顿呼气 哈嘿 直接被猛鬼给带走了 晚上 彪叔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不自觉的 又一次来到厨堂室 正在里面 看到一个女鬼 我抵个怪怪 太丑了 为了证明猛鬼的存在 彪叔拿相机 拍下了猛鬼的写真集 可是在查看照片的时候 却发现 什么都没有嘛 你说这家人 奇怪哈 都发现有鬼了 还不讨 竟然还去睡觉 这个心事有多大 半夜 彪叔突然着魔了 还化起了唱戏的妆 来到地下室 放声唱大戏 看来这是被扶身了呀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彪叔面容憔悴呀 同事也是好心 给了他一张护身符 由护身符傍身 彪叔胆子立刻变大了 他再次来到厨堂室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还是没有看到鬼 也就在此刻开始 彪叔开始经常被覆身 对他家人的态度 也越来越冷漠 真真感觉到不对劲 就检查起了彪叔 之前拍摄的照片 还真的看见了鬼影 另一边 彪叔因为经常被覆身 工作进度搞不好 经常挨批 一家人开始频繁吵架 家庭气氛 闹得是越来越紧张 这一天 同事终于把别墅的背景 告诉了彪叔 原来这个别墅 十年前曾住过一家四口 那个男主人就是唱戏的 后来腿全了 经常虐待自己的屈女 最后还变态的 把一家人都烧死了 老板一直没有做过超度 导致这家人的鬼魂 一直留在别墅 所以这个别墅邪乎的很 了解到事情真相后 珍珍开始收集 当年的新闻资料 正在里面 发现了阿达的身影 他们迅速找到阿达 这个阿达到底是谁呢 原来阿达才是真正的道士 另一边 彪叔又被覆身了 猛鬼一家四口 想要彪叔 他们做自己的替身 这样他们就能投胎了 今晚他们要让悲剧重演 火烧别墅 就在彪叔 即将被杀死的时候 媳妇秀珍 及时出现 救下了彪叔 秀珍的爆发力 把猛鬼都警察了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两人即将逃离别墅 却发现 回家的女儿珍珍 走进了别墅 两口都只能再次回反 就这样 彪叔又被覆身了 为啥老师覆身呢 我香啊 阿达及时赶到 阿达 啊 赶走了彪叔身上的鬼 不过 自己也被击飞了 猛鬼终于显出了原形 倒是阿达 也学意不经 根本不是位手 危机关头 还得靠自家人 大哥 带着阿达的师父的骨灰 回来了 只要把骨灰 撒在骨身上 就能消灭它 但紧张之下 骨灰坛掉在地上 骨灰撒了一粒 最后 还是彪叔靠谱 用风扇 把骨灰 吹到了猛鬼身上 让你欺负人 就这样 猛鬼也不行了 直接领盒饭 第二天 彪叔和同事合作 把别墅给拆了 不然剩下的几口鬼 还得祸害人 就这样 故事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我这样说 奔鸟先飞 对付鬼也是一样 一定要记得 提前行动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